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公司呢 从创立到现在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 那我是公司的第三代 蝴蝶兰的话 它最离开的是绿种 那一种过后呢 它会经历组培苗 也就是兰花最初阶的阶段 它会在蝴蝶这个无菌的空间里面生长 那蝴蝶之后的阶段呢 分为小鸟 中鸟 大鸟 那基本上这三个阶段 一个是五个月的待会期间 那可以依客人的需求 会延长或缩短 我们公司的优势就是烹路 然后还有跟很多酒家合作 是可以收集很多台湾优秀的品种 可以供给国外的 最大中的出口国是美国 然后还有巴西 日本 越南 还有中南美洲 都有 因为蝴蝶兰它在栽培我们当中 就是要高温栽培的 对 像我的公司的话 我是尽量将夜温控制在25度上 肥料方面 就是有花会原住东西 他们就提供一个服务 所以可以提供夜片 然后让中心的颜报检测 所以只会缺了哪些营养 会依照这样的素质的调整 那样的 在一般栽培的时候 如果就是 层内的这个水分太多 或太少的话 其实都会影响到 这个根系的发展 它就是一个高温栽培的作物 那我们也不能够再用 早期的这种 农业一点都一点的方式 对 是在可以去经营它 好一点 高兴和荣幸 可以就是尝试用这个 吃开一点的方式 回向这个调节的位置 农业里面都是靠传统的经验 对 那传统经验 有时候靠天吃饭 靠农民的经验 那现在慢慢觉得 大家在这一块越来 有些科技帮忙 越来越精准 对 不能靠经验 因为气候变迁 会改变国际 对 所以我们一直觉得说 科技也计 可以做一点事 可以发现 那我们希望 把一些科技 搞清楚 现在讲的智慧宏物 对 那这些农业就说 其实不是经验而已 是以前 阿公怎么说 而是说 它里面是有数据 对 那有数据 就需要很整齐 像这个来源 它的关键就是 光照得不好 照度 湿度 温度 这个都是跟 种出一个好的 辣瓜 很大的关系 那这个东西 以前都是经验 那现在我如果有数据 我知道现在照度是多少 那我现在的湿度 温度是多少 这样可以让农民 其实更精准 可以栽培出更好的品种 也可以让农民 其实更接生效果 其实现在真的很厉害 它其实手机就可以看得到 这也是我觉得 是一个完全新的管理的模式 就是你用手机 那你手机就有数据 所以 我们的管理不见 一定是在这里 对 可以在看公司 出餐的时候 那有数据 其实还是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这些数据可能会被创改啊 对 可是这些数据 现在如果是从 图栏或是从环境 直接收取 这些数据 要放在哪 我们就觉得这个 区块链就很不错 跟奥基丁这边 都在区块链里头 非常好 那 数据传到区块链 区块链又有很多 科串美心 对 区块链又是一个全世界 现在都要够活 所以 很有幸福 恭喜你 那把 IoT 这种所谓的 感测器 加区块链 我觉得可以把 台湾的农业 就带到另外一个 新的境界 就是把科技成长 相信区块链会颠覆 过去几百年 大家在农业做好 请不吝点赞